这个作品 关门头 就是黄老 2006年7月1号 在黄勇艺术博物馆二楼 就是在这个地方画画的 有些画就在墙上 有些画就在地上 都是大型的巨厚的作品 2023年6月13日 著名艺术家黄勇玉先生逝世 享年99岁 千里之外的故乡湖南湘西 在其牵挂的基础大学 黄勇玉艺术博物馆内 首任馆展正英杰 回忆起黄勇玉先生 往事人历历在目 我和黄老的接触来 也就是我们筹办 黄勇玉艺术博物馆开始的 当然此前也和他见过面 那就是参加沈从文 小说年旧 那个时候我看见他在台上 花言呢 我心里有点低谷 就觉得他在会上骂了一些人 所以后来要我担当 这个办管的工作组组长 我就有点吃不透 那么呢 实际上我和黄老一打交道了 我觉得他很清确的 我看他怎么很清确呢 有一次我记得在律师三房 我有幸参加他那个地下走廊的 发廊的开放 我和他正好在那个客厅里 那个客厅里摆了很多小池 有牛肉干 他拿了一块牛肉干 他对着我点点头 吃吧吃吧 他就吃起来了 我也放开手 也把那个牛肉干 叫了起来 所以我就没有感到 是吧 他是不可接近的 我觉得他是很清确的一个 可爱的老头儿 老顽童 黄玉博物馆 筹建筑 他自己在2006年的6月20几号到7月 这段时间干脆就住在极大 就住在这里 而且大家看到这些画作 大型的画作 都是在这个地方 就在地面上 画作很大嘛 画成的 那段时间我几乎和他天天在一起 包括我们吃饭都在一起 吃什么饭 工作餐 端来 大家随便吃 他吃的不多 一下就吃完了 我和他接触越多 我就感到他越清确 到最后来我们都成了亡言之交 他自己认为他一辈子很忙的 我和他一打交就知道 那就他一天忙于创作 但是他也有他兴趣爱好 他喜欢看什么呢 中午比如说1点钟 他一定要看一下足球赛 足球 还喜欢看拳击 这些我一看都是进攻性的 这个体育项目 那么在黄老心里 他是不服老的 他往往有一种 进取心很强的奋斗精神 所以这一点跟我印象也很深